市的主播可以看見維修人員 帶著工具處理事故 因為高雄輕軌又出包了 13號下午4點多 高雄輕軌在C33衛生局 到C34武全國小站廠商 進行除草養護時 疑似因為草皮過高 不慎捲入輕軌車底 造成列車無法行駛 那等到把列車 推離我們這個事故區段之後 地上的這個草皮 還有泥土部分 我們會儘快派人 來做一個復救的動作 輕軌車底卡了草皮時 當時列車上有50名乘客 只好先清車 並請乘客到下一站搭車 或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幸好事故發生時 並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目前輕軌C33至C37 下行踩單線雙下 C37至C24踩局部運轉 告誡公司還在緊急搶修 會盡速完成恢復正常通行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